张华县政府为感谢基优导户志工的默默付出 三日上午在中山国小火清馆 由林副县长颁奖表扬 由县内国中小推荐的133位基优导户志工 我们的小朋友都是借着所有的交通导户志工的努力 他协助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下去 我记得这个德瑞莎修女 她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话 她说这个爱自己的孩子是人 爱别人的孩子是神 所以我们在场的这个 所有的交通导户志工 就好像这个德瑞莎修女讲的 都是爱别人的小孩 去守护别人的小孩 所以每一位人 每一位我们今天在场的导户志工 都是我们彰化县所有小朋友的守护神 所以我们是不是连自己 这个掌声鼓励一下 在受奖的推荐基优导户志工中 最受瞩目的是服务年资满20年者 服务年资最长者为男兴国小曾名利女士 有25年的服务年资 我是刚刚住在纵冠路的路旁 经常看一些车祸也看得蛮多的 尤其小朋友在上学的途中 也很蛮危险的 刚好男兴国小有这个机会 让我去做那个打护志工 我这一直做 做到我不能做为止 就是说看小朋友上下学 在上学的时候 早上大家都一直爱心妈妈早 听到那种爱心妈妈早 精神的来 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 都精神的结果很好 会中每位受推荐志工货班 感谢状与讲座 此外在会后也有相关课程 如教导交通安全常识与法规 交通指挥手势等 充实导户志工的专业知能 并有交通队与志工的双向沟通 其能立即处理导户志工 在协助学校导户工作中 所遇到的问题提升执勤成效 公益频道许为珍 彰化采访报导